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選讀的經文記載在新約 馬赫福音十六章十一至十三 一節 一節至十一 十四至十六節 會眾請聆聽上帝的話 過了安息日 末大拉的馬利亞 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和薩朗米 買了香菇 要去高耶穌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太陽出來後 他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 誰要替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他們抬頭一看 看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原來那石頭很大 他們盡了墳墓 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 就很驚奇 那年輕人對他們說 不要驚慌 你們尋找那丁十字架的拿薩利人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 不在者裡 來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們去 對他的門徒和彼得說 他要給你們先到加利利去 在那裡你們會看見他 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於是他們出來 從墳墓那裡逃走 有發抖有驚訝 什麼也沒有告訴人 因為他們害怕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穌復活了 先向末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耶穌曾從他身上趕出七個鬼 他去告訴那些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那時他們正哀動哭入 他們聽見耶穌復活了 被馬利亞看見可視不信 後來十一使徒坐席的時候 耶穌向他們顯現 責備他們不信 心裡剛硬 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 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 他又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 全福音給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本週斟言請大家連同經文出處 連續讀兩次 使徒行轉二章三十二三十六節 這耶穌上帝已經叫他復活了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故此以色列全家黨確實的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者為耶穌 上帝已經立他為主 為基督了 使徒行轉二章三十二三十六節 這耶穌上帝已經叫他復活了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故此以色列全家黨確實的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者為耶穌 上帝已經立他為主 為基督了 今天我們的師班有一個特別的現實 把時間交給同工 然後又講的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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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复活 他复活 他活着直到永远 他复活 他复活 他活着直到永远 基督耶稣从此离复活 他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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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活着直到永远 罪恶不再通关大地 撒旦全是疫情的 他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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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冠练 因祂的身 我们依靠 祂的能力的身 我们与祂一同复活 进入那永恒 过度 祂复活 祂复活 祂活着祈祷永远 祂复活 祂复活 祂活着祈祷永远 祂复活 祂活着祈祷永远 祂复活 祂活着祈祷永远 Hallelujah 感谢我们来试断 很感谢我们的试断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试断的试断 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试断的试断 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要排练 然后要录像 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又要排练 又要录像 非常感谢大家 很感谢大家 希望不久将来 大家就可以回来这里一起来试断 希望不久将来 大家很快就可以回到教堂 练试 今年的佛活节 恭祝大家福和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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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祝大家力向加力 恩向加恩 也祝大家历尚加力 欣尚加恩 在去年3月5日 夏威尔发现第一宗有人被感染 这个新冠病毒 夏威尔发现第一宗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然后政府公布居家令 大家都不能出门 然后政府公布居家令 大家都不能出门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瘟疫的恐怖的阴影当中 我们都生活在瘟疫的阴影当中 到今天已经超过一年了 到今天已经超过一年了 这个新冠病毒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 挡住我们人生的前路 这个新冠病毒就好像一块很大的石头 挡住我们生活的路 不但堵住了我们社会居民的生活 也堵住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 不单只拦住了我们夏威尔居民的生活 也都拦住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 美国总区在中旬开始 有这个疫苗供应 全国各地地方让他们可以用 美国在去年12月就开始供应疫苗 给全国各地的人使用 所以在美国的疫情也慢慢下降 所以美国的疫情也都逐渐下降 在过去两个月的时候 医务人员跟在基要岗位上工作的人 和60岁以上的长辈 都陆陆续接受了疫苗的注释 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月 美国的医护人员 基础纲位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60岁以上的长者 都开始陆续接受了疫苗 我跟师母都打了第一针 面前一个礼拜再打第二针 我跟师母已经打了第一针 在下个礼拜会打第二针 感染这个大石头好像开始挪动了 我们看到这块大石头开始动了 不过在过去几天 根据这个报导 下卫一受病毒感染的人数 又增加了三位数字 但是过去这几天 夏威夷感染病毒的人数 又上升到三位数 这个情况让人担心 情况很令人担心 根据朋友报导 在这个新冠病毒 已经在世界各地 很多地区产生变异 根据报导 这个新冠病毒 在全球各个地方都会产生变异 它产生产兰力 产兰性更强的病毒 成为了传染力更加强的病毒 假如我们现在这种疫苗 不能够有效地对付那些变异的病毒 那个大石头就可能越来越大了 假如我们这个疫苗 不可以有效对抗这些变种的病毒 这块石头似乎会越变越大 怎样能够挪开这块挡路的大石头呢 怎样才可以挪开这块挡路的大石头呢 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 都关注了一个问题 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也提到一块大石头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都提到一块大石头 耶稣被人诬告一件的海 被人钉死在石架上 耶稣被人诬告陷害 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被人放在坟墓里 然后被人放在坟墓里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当时犹太人的坟墓 不像我们今天常见的坟墓 那样埋在地里 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当时犹太人的坟墓 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坟墓 那样埋在地底下 犹太人 他们是在山边挖一个洞 然后把尸体放在洞里面 犹太人是在山边挖一个洞 然后把这个尸体放在洞里面 然后在洞口用一块大石头堵住 然后在洞口拿一块大石头挡住 耶稣是在礼拜五下午去世的 耶稣在星期五下午去世 第二天礼拜六是安息日 犹太人在当天就不能做什么事情 第二天星期六是安息日 犹太人在当天不可以做任何事 第三天礼拜天 第三天礼拜天 一大清早几位妇女 带着香膏要到墓地去 一清早几位妇女 都会带着香膏要去墓地 他们准备用香膏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他们准备用香膏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在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有点担心 他们一路走一路很担心 因为他们知道堵住墓门那块石头很大 他们几位妇女肯定都会不动的 他们几位妇女肯定不够力去推动 圣经这样记载 他们彼此说 谁能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那石头原来很大 当他们走到墓地的时候 没有想到那块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但他们去到墓地的时候 想不到这块石头已经滚开了 这就是好消息 这就是复活节的好消息 这就是复活节的好消息 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今天复活节我们一起重温这个好消息 我们来宣扬这个好消息 我们来宣扬这个好消息 大石头滚开这个好消息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大石头滚开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也表示耶稣基督的神性能够彰显 也都表示耶稣基督的神性已经彰显 也表示天国的福音可以更明确地来闻扬了 也都表示天国的福音可以更加明确去传扬了 大家看这个大纲就知道我今天讲稿预备了三点 大家看到大纲可以知道今天我讲稿预备了三点 但当我写完讲稿发觉写得太长了 但当我写完发现我的讲稿太长了 所以我今天只讲两点 所以我今天只讲两点 那个稿子呢我会讲完到以后 在这个礼拜之内会在网上 用电邮传给大家 这个礼拜呢我会用电邮的方式把广告传给大家 就是你们家书发家书那个电邮 就你记得家书也应该也接受我的这个讲稿 就是我们平时向大家发送家书的电邮 下个礼拜天我也把这个讲稿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下个礼拜日我会把广告放在台面 所以就你希望知道第三点我讲什么 你就看那个讲稿就知道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第三点讲什么 大家看广告就会知道了 我今天只讲两点 今天呢我只讲两点 今天圣餐礼拜我不能讲太长 因为今天圣餐崇拜不可以讲得太长 这个石头滚开让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被胜过了 这个石头滚开了 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被胜过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过了暗示日 摩达拉的玛利亚 亚哥的母亲玛利亚 和撒罗米买了香膏 要去膏学术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他仰出来后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是要替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 他们抬头一看 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原来那石头很大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很惊奇 那年轻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那十字架的 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可能你跟我一样 偶尔会听到说 有人心道病停止死了 可能你都会跟我一样 偶然间会听到 有人心脏病死了 过几分钟之后 他又救回来又活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 他又被人救回醒了 偶尔会听到有这样的情况 对吧 偶然我们会听到有这种情况 但我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死了两三天 还能活过来 我没听过 但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有人死了两三天 之后可以复活的 我没听过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人死了两三天 还活过来的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人死了两三天 可以醒回的 我就没听过 我没听过 耶稣他死了两三天 他活过来 他复活了 耶稣死了两三天 他复活 假如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死了 他只晕过去 假如耶稣被人当时钉在十字架上 他还没死 只是暈了 只是别人误会 以为他死了 就把他放在墓室里面 只是别人不会以为他死了 将他放入墓里面 假如真是这样 假如是这样 尽管后来耶稣醒过来 他也不可能走出坟墓 大家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 已经被鞭打到遍地灵伤 大家都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被人打得遍体轮伤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半钉 然后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半天 而且他最少有一天没吃东西了 所以他一定是非常软弱 没有什么力气的 所以他一定是十分软弱 没有力气 所以就算他真是醒过来 他没有事情 他也不可能走出坟墓 尽管耶稣真的醒了 他还没死 但是他也没有力气走出坟墓 那几个妇女不能推开那个墓门 耶稣当然更推不动了 如果几位妇女都不能推开这个墓门 耶稣更加是推不动 墓墓的大石滚开是上帝大能的作为 墓墓的大石滚开了 是上帝的大能的作为 上帝要切齿告诉世人 墓墓不再能够趋进人 上帝要借着这个事件去告诉世人 墓墓不再可以驱缩人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复活 实话的全是已经被征服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征服了 耶稣说 耶稣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全命舍了 也有全命取回来 我有权柄捨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滚开的大石滚在宣告 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 滚开的大石滚宣布 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自古以来 坟墓是人生的终站 自古以来坟墓是人生的终站 但自从耶稣复活以后 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但自从耶稣复活之后 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我们信靠耶稣 跟随耶稣的人 就可以穿越这个坟墓 走上荣美的永恒的天下 我们信靠耶稣 跟随耶稣的人 就可以穿越坟墓 去到一个 永恒的永恒的天下 圣经说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碎料之人初熟的果子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碎料之人初熟的果子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 所以使徒保罗很欣勋地这样说 所以使徒保罗很兴奋地说 他说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你的独钩在哪里 他说死啊 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你的独钩在哪里 保罗说感谢上帝 说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保罗说 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 我们将来也必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 将来也会复活 因此我们不再惧怕死亡 我们可能不会绝望 因此我们不再惧怕死亡 我们对人生不会绝望 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这个理解十分重要 将来信仰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信仰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几个礼拜前 我参加粤语部的祷告会 几个礼拜之前 我参加粤语部的祷告会 有一位姐妹分享她在生活中一些感恩的体会 有一位姐妹分享她生活中一些感恩的体会 她在福建中心工作 她在康复中心工作 大家知道需要到福建中心接受治疗的人 很多都是年老的人 年长的人 大家知道要去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人 很多都是年长的人士 因为老人家容易跌倒 老人家很容易跌倒 跌倒了很多时候要到福建中心去做治疗 跌倒了之后很多都需要去到康复中心治疗 老人家很多关节有问题 老人家经常关节会有问题 老人家还有很多毛病都需要到福建中心做物理治疗 甚至他平时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康复中心治疗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 大家都知道老人是高危的群体 在疫症流行的期间 大家都知道老人家是高危群体 老人家是比较容易被感染的 老人家很容易被感染 假如病人被感染 当然那个病毒就会传给医务的人员 如果老人家被感染 当然这个病毒会传给医务人员 所以在福建中心工作的那些职业都很担心 所以在康复中心里工作的医务人员都很担心 工作不能不做 但是每天上班都忧心忠忠的 工作不可以不做 但是每天上班都很担心 所以感到很压抑 感到很压抑 所以有些人都感到表现非常沮丧 很烦 所以很多人很沮丧很受烦 很怕去看到有病人来 很怕看到有病人来 能避免就避免 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对吧 这个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我们教会的这位姐妹她就说 但我们这位姐妹她说 虽然在上班的时间 她也有非常谨慎的小心 虽然在上班的时候她都十分謹慎小心 但是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她发觉在她的工作团队里面 有好几位基督徒 都有同样安定的表现 在她工作团队里面 有好几位基督徒 都有相同的表现 不但她自己是这样 不但她自己是这样 她发现其他的基督徒 都是这样有安定的表现 她发现其他的基督徒 都一样有安定的表现 他们不怕去接触病人 他们不怕接触病人 看到需要帮忙的人 他们会尽可能去帮忙 他就发觉基督徒跟其他人 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他就发现基督徒 和其他人有十分不同的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知道 因为一方面 他们相信上帝 会保守他们平安 一方面他们相信上帝 会保守他们平安 所以另外一方面 他们不会被死亡的阴影 来吓到他们 另一方面 他们不会受死亡的阴影所阻吓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已经胜过死亡 他们知道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知道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知道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将来也一定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将来必定会复活 我们的姐妹说 我们的姐妹说 感谢上帝 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弟兄姐妹大家留意 我们确定将来有复活的盼望 今天就能够获得平静安稳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 我们确定将来有复活的盼望 今天就能够平静安稳 在我们讲到当中 我不止一次提到生命的碰撞 这个录像视频 在讲到当中 我不止一次提到生命的碰撞 这一段视频 这是非常感人的美好的见证 一个是十分感人的美好见证 内容是讲到一个叫李忠诚的年轻人 内容是一个讲到叫李忠诚的年轻人 不是李永诚 是李忠诚 不是李忠诚 不是李永诚 是李忠诚 他是从中国成都到南非开普敦大学 到那边去读大学 他是由中国成都去到南非开普敦大学 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开快车 喜欢飙车 这位年轻人喜欢开快车 飙车 2005年的2月27日半夜 他带着两个女同学去兜风 很威风 2005年2月27号半夜 他开车带着几位女同学去兜风 没想到乐极生悲 想不到乐极生悲 在拐弯的时候 车开得太快就翻车了 拐弯的时候 车速太快翻车 一个女同学当场就死掉 一位女同学当场死亡 另外一个受了重伤 另外一个女同学受了重伤 李忠诚他自己都受了重伤 医生说他可能以后就胆患在床 很可能是这样 医生都说他很可能以后都会痰瘟 痰病在床 李忠诚的爸爸妈妈在中国 接到这些消息就是吓得要死 李忠诚的父母在中国 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害怕 一方面担心在医院的儿子 一方面担心在医院的儿子 另外一方面担心儿子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很担心儿子要什么法律责任 他害死了人家的女儿要怎么赔偿 他害死了人家的女儿 他要怎么赔偿呢 别人会有什么要求 人家会有什么要求呢 他们夫妻带了一大笔的现金去南非 他们夫妻带了一大笔现金去南非 准备接受惩罚去准备赔偿 准备接受惩罚 去帮他为他赔偿 他们约了那个死去女儿的父母见面 要向他们赔罪 他约了这一对失去女儿的父母见面 他要向他们赔罪 那一天他们战战兢兢的到那个女孩的父母的家里 那天他们战战兢兢的去到这位女同学的家里 他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就是被骂不还狗被打不还手 就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 他已经预备好别人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他已经预备好对方的父母有很强烈的反应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没有要求任何的赔偿 反而安慰他们 反而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说这是意外的事情 我们不会责怪你的孩子 他说这个意外的事情 我们不会责怪你们 你们的孩子受了伤 你们也一定很担心 你们的孩子都受伤 你一定会担心 我们都为你的儿子祷告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了解这个女孩的父母 怎么会这么宽大平和的有这样的反应 他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这个女孩的父母 会有这么宽大或者这么平和的反应 他们知道这个家庭是前程基督徒的家庭 后来他们知道原来这个家庭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 他们就非常感动 他们父亲都希望能成为如此美好的人 于是他们就决志信靠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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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孩的父母 为什么能够这么宽大平和的面对 通失女儿这样的重大的悲剧呢 这位女孩的父母 为什么可以这么宽大平和 去面对痛失女儿的悲剧呢 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相信 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复活 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复活 他们在天家可以再相处 他们在天家可以再聚 因为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因为有这个美好的信仰 他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他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就可以开解自己 也能够善待别人 我们可以开解自己 也可以善待他人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就可以开解自己 也可以善待别人 生命的碰撞 这个见证实在很感人 生命的碰撞 这个见证很感人 我这次预备讲稿的时候 我再把整个故事 再download下来 我再读一遍 我还是很感动 我预备讲稿的时候 再次将故事下载下来 仍然觉得很感动 我把它印了一些copy 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我印了一些抄本 放在外面的桌上 只要你喜欢看 外面可以拿一些 如果你想看 可以在外面拿 你们讲到那个做妈妈的见证 讲到爸爸的见证 讲到儿子的见证 还有他两个爸爸妈妈 写信给那个女孩的父母的 一个简单的信 非常感动 我就放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 只要你需要的话 上面有讲到爸爸的见证 妈妈的见证 和这位女孩各个孩子的见证 十分感动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外面取缘 上个礼拜天 今生地中讲到 当中提到安东 上个礼拜日 晋生弟兄 在港道当中提到安东 我也非常怀念安东 我们都非常怀念安东 安东是非常聪明的 是数学的博士 安东十分聪明 他是数学博士 非常敬虔爱助 非常敬虔爱主 对信仰很认真 他已经决志奉献医生 要做传道人 做牧师 他已经决志 要奉献一生 做传道 做牧师 他也开始在神学院 选择个目 选择网上的课程 他也开始在神学院 转收一些网上课程 但没想到他英年早逝 但没想到他英年早逝 在三十多岁 在三十刚猪头 就离开世界安息主怀 刚刚三十岁出头 就安息主怀 那年的孩子小宝 才三十岁多一点 那年他的儿子小宝才三岁多一点 没想到安东和他的妻子小宝 和他的儿子小宝 我心里都说不清楚的伤感 每次想到安东和他的太太小舟 和他们的儿子小宝 我心里有形容不到的伤感 前两天我收到小舟的微信 前两天我收到小舟的微信 小舟告诉我 小舟告诉我 他说他每天生活得很充实 他说他每天生活得很充实 他正在编写一本 是帮助小学生学英语的书 他现在正在写一本 帮小学生读英语的书 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了 已经写了五万多字 他说小宝也很好 他说小宝现在都很好 他说明天就去二号 他说小宝九岁生日了 他说明天就是四月二号 就是小宝九岁生日 这个照片 小宝的照片就是他九岁的样子 当年他小小了 现在九岁了 大家看到屏幕上面 这个小朋友的样子 就是小宝九岁的样子 我听到小舟 看到小舟起来 这个小舟心里就很冲动 我听到小宝慶祝生日 这个消息 心里面有一些触动 我看小宝慶祝生日 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小宝慶祝生日 过两天就是复活节 小宝慶祝生日 过两天就是复活节 小宝慶祝生日是受苦节 小宝慶祝生日是受苦节 每一年不一样 刚刚今年就是受苦节 每一年都不同 但是刚好今年是受苦节 是受苦的时候 是受苦的时候 但是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小宝慶祝生日曾经经历过很不幸的事情 小宝在她生活当中 曾经经历过不幸的事情 但是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但是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 想到复活节 我们可以跟小宝一起祝祝生日 我们可以跟小宝一起祝祝生日 那因为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就可以穿越人间的悲剧 重新起步 我们可以穿越人间的悲剧 重新起步 我们一起读一句话 我们一起读 确定有复活的盼望 就可以穿越悲剧 重新起步 滚开的石头告诉我们 滚开的石头告诉我们 死亡已经被耶稣征服了 死亡已经被耶稣征服了 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滚开的石头也同时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滚开的石头也彰显了基督的神性 我们再读刚刚读过那一段经文 我们再读头再读个基督 请一起来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就很惊奇 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我们知道经文当中所描述的那个 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就是天使 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文当中看到 这个穿白袍的年轻人就是天使 天使宣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天使宣告耶稣已经复活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那个木门的大石头截路不滚开 复活的耶稣能够走出这个坟墓吗 如果这个木门口的大石头不找开 耶稣可不可以走出 复活的耶稣可不可以走出坟墓吗 可不可以呢 我们知道耶稣不需要推开那个石头 祂也可以走出坟墓 我们知道耶稣不需要推开石头 也可以走出坟墓 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 可以冲阅任何的难阻 耶稣复活的身体 可以穿越任何的难阻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耶稣在复活之后 他曾经向门徒显现 耶稣复活之后 曾经向门徒显现 当神的门徒 因为害怕犹太人的迫害 他们都躲在房子里面 当时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的迫害 都躲在房子里面 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 他们把门锁得很紧 耶稣不用开门就走到他们当中 耶稣不需要开门就走进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和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福活的耶稣带着福活的神圣 福活的耶稣带着福活的神圣 他不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他不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木门的大石滚开 木门的大石滚开 不是为了让耶稣可以走出来 不是要为了让耶稣走出来 那是让信徒可以走进去 那是让信徒可以走进去 让信徒可以看见这个坟墓真的空 要让信徒真的看见坟墓是空 大石滚开是为了让信徒确实地知道 耶稣真是复活了 大石滚开是要信徒确实地看到坟墓 耶稣已经复活了 也借此显明耶稣真是上帝 差派来的救助基督 也都直接可以显明耶稣真是上帝 所差派来的救主耶稣基督 大石滚开 显明基督真是可以胜过死亡 大石滚开是显明耶稣真是可以胜过死亡 显明基督真是生命的主 要显明基督是生命的主 所以那个滚开的石头就彰显到基督的神圣 所以滚开的石头是彰显明耶稣的神圣 圣经说 圣经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一生的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一个石头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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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墓是空的 就显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就要显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在他当中和在网上 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相信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了 在在座当中或者是网上 或者有些朋友不是很相信耶稣真是复活 今天我要很清楚地告诉有疑问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很清楚地告诉各位有疑问的朋友 耶稣也许复活了 耶稣确实已经复活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假如耶稣复活只是一个谣言 假如耶稣复活只是一个谣言 只要有人能够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 那个谣言就不公自破 这个谣言就被清清了 假如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 这个谣言就不公自破 就会澄清 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把耶稣的尸体找出来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相信耶稣复活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之一 相信耶稣复活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之一 圣经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也 枉难你们所信的也是枉难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存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中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中 过去有不少人企图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 过去有不少人企图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 他们认真研究要决心要寻找证据 证明耶稣根本没有复活 他们认真研究决心要找出证据 要证明耶稣根本没有复活 但是那些认真研究的人后来都成为基督徒 但是那些认真研究的人呢 后来都成为了基督徒 甚至成为了牧师 甚至成为了牧师 有两本著名的书讲述这样的事情 有两本很出名的书讲了这样的事 每一年的复活节大概都有人提到这本书 我相信每年的复活节都会有人提到这本书 一本就是《坟墓的秘密》 一本叫做《坟墓的秘密》 另外一本叫《宗神耶稣》 今天我不详细讲这两本书 今天我不再详细讲这两本书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看 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存偏见 认真去研究追查 耶稣是否符合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存任何偏见 认真去追查耶稣是否复活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这样的人 结果一定会成为基督徒 我相信结果这个人一定会成为基督徒 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复活 耶稣基督假如没有复活 两千年前就不会有第一代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假如没有复活 两千年前也不会有第一代基督徒 两千年后的今天更不会有基督徒 也不会有这些后会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更加不会有基督徒 也都没有教会 耶稣使命为我们赎罪 不要我们下地狱 耶稣使命为我们赎罪 不要我们落地狱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上天堂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上天堂 这是最简单笼统的一个说法 一个描述 这个就是最简单笼统的描述 那更具体来讲 具体一点来讲 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 不但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不但让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回天家 不但让我们将来可以回天家上天堂 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有熟天的新生命 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熟天的新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 人应该有的美善 让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 我们人应该有的美善 只要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 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 就是被的将来进入天堂的美好的生命 就是要配得将来进入天堂的美好生命 大家都知道天堂是完美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天堂是很完美的地方 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 假如有人说他信耶稣 但是他不悔改 但是他不悔改 他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还是一个外表很干净 里面很污秽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外表很干净 但是里面很污秽的人 有了有这样的人进入天堂 天堂会变成什么样子 假如这样的人进入天堂 天堂会变成怎样呢 你想想看 大家可以试试 所以有人只是外表做基督徒 其实他没有改变 有人他只是外表做基督徒 但是他内心没有改变 生命没有改变 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这样去了天堂 天堂变成什么样子 这样的人进入天堂 天堂会变成怎样呢 当然不行对吧 当然是不行 福活的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是要我们活出那丰盛的生命 福活的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就是要我们活出有丰盛的新生命 就是佩德进入天堂的美好的生命 是一个佩德进入天堂的美好生命 多年前 Wick Warren 这个华里科牧师 他写的一本非常藏销的书 多年之前 华里克牧师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 叫做《标干人生》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了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 在那本书里面 华里克牧师这样说 在书里面 华里克牧师这样说 他说生命并非请此一生 他说生命并非仅此一生 人生在世只是彩牌 人生在世只是彩牌 是为了未来将来的公演之日做好准备 是为未来公演之日做准备 今生是为来生做准备的 今生是为来生做准备 在书里面引用林肯的一句话 书中也引用了林肯一句话 林肯说上帝创造的人类 人类绝不是只生存在地上的一朝半日而已 林肯说上帝创造人类 绝对不是只为生存在地上的一朝半日而已 人是为了永生而被造的 人是为永生而被造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师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她有一位很好的同学叫Flora 师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很好的同学叫Flora Flora也是一位师母 Flora也是一位师母 去年住Flora她发现患了癌症 去年年初的时候Flora发现自己有癌症 前不久她安息主怀 不久之前已经安息主怀 我们好朋友Flora离开 我们当然感到有点难过 我们好朋友的离开 我们当然会感到很难过 Flora先生的萧保罗牧师是神学院的教授 Flora的丈夫萧保罗牧师是神学院的教授 大概十年前萧保罗牧师患了心脏病 就回天家了 大概十年前萧保罗牧师因为患心脏病 已经回了天家 Flora她就从纽约搬回加拿大去住 因为她的家人都在加拿大 Flora就从纽约搬回多伦加拿大 因为她的家人都在那里 那一天因为他们住在多伦多 所以那一天他们举行安息礼拜 我们只能在网上参加这个追思礼拜 因为他们住在多伦多 所以她的安息礼拜 我们只能够在网上参加 在追思礼拜当中 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分享 他们跟Flora交往的感受和经验 在追思礼拜里面 有几位弟兄姐妹都分享 他们和Flora的交往的一些感受和见证 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其中有一位很年轻的牧师 曾经是像牧师的学生 曾经是萧牧师的学生 她就告诉大家 在十多年前她和她记载神学念书的时候 十几年前她和她的太太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Mercy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Mercy 那个女儿生下来身体有点问题 她的女儿一出生身体就有点问题 追思礼拜那一天 他们夫妻和女儿都一起坐在屏幕面前 说我们看到她们的样子 追思礼拜那一天 他们两夫妻和她的女儿都坐在荧幕前面 我们看到她的女儿的样子 她女儿看了样子 知道她有点像蒙古症那种的 自障的孩子的情况 她的女儿的样子 看似是患了一种蒙古症的 有智障的一种样子 那位年轻的牧师和师母都说 那位年轻的牧师和师母都说 她说肖师母Flora一直对她的女儿非常关爱 她说肖师母Flora对她的女儿一直都很关心 从女儿出生开始 每年的感恩节在女儿生日那一天 Flora都会送到女儿一件生日礼物的 由她女儿Mercy出生的开始 Flora每年的感恩节都会送一份礼物给她的女儿 通常是一顶帽子和一件衣服 通常是一顶帽子和一件衣服 每年都这样的 每一年都这样 在十年前肖牧师去世那一年 在十年前肖牧师去世的那一年 Flora就从六月搬回去加拿大 定住我刚才说 因为她家人就在加拿大 Flora就在纽约搬回加拿大 跟她家人靠近她家人住 这个年轻牧师父以为以后就不会收到什么礼物了 那两位牧师和师母就会认为 我可能以后不会收到任何礼物 没有想到Flora在她失去丈夫那一年 心情很低沉的时候 她还没有忘记Mercy 还是照样的暗示后 在感恩节前把礼物寄回来给这个孩子 是想不到Flora在她痛失丈夫那一年最悲伤的时候 仍然都没有忘记 是从加拿大准时在感恩节前 将礼物寄到她给Mercy 以后的十年每年都没有间断 以往后的十年每一年都没有间断过 前年感恩节的时候 Flora已经病很重了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Flora已经病重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Flora她自己身体很不舒服 她有很多的觉得很困难 在治疗过程当中 Flora身体有很多的痛苦和困难 她自己感到很难过 她们身体很难过 她们身体很难过 自己感到很难过 在那样的情况下 她依然没有忘记这个女孩Mercy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仍然没有忘记这位小女孩Mercy 感恩节之前 就把圣礼物寄给他们 这样就把生日礼物寄给这位小朋友 我听到这个年轻的牧师 跟师母讲的分享 我真的很感动 我听到牧师和师母分享的见证 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感到很荣幸 我感到很荣幸 能够成为Flora的好朋友 可以成为Flora的好朋友 那Flora这样的生命 就是福和的主期望我们所活出的生命 Flora这样的生命就是福和的主 期望我们可以活出的生命 这样的人去到天堂 才显出天堂的美 对不对 这样的人去到天堂 才可以彰显天堂的美 这样的人在天堂 天堂才是美的天堂 这样的人在天堂 天堂才是美好的天堂 前两个礼拜 南征著名的女儿小美 要我给她写对见信 早两个礼拜 南征著名的女儿 要我帮她写推荐信 因为她在申请大学的奖学金 因为她在申请大学的奖学金 在写信的时候 我就回想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的表现 我写信的时候 就想回这位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和表现 我正是为这个孩子深感欣慰 我真是为这个小朋友深感到欣慰 小美不但在教会当中很热心 占预各样的活动 晓美不单在教会当中熱心参与各样的活动 她也很关心周围很多需要的人 她也很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 去年跟妈妈一起口款 买口罩送给医院 或是其他的医疗机构 去年呢 晓美和她妈妈一起买口罩 供应给医疗机构 今年她又跟妈妈一起募款 买午餐送给那些医护人员 今年也和她妈妈一起买午餐送给医护人员 这个孩子真的合作了 符合的主 带给我们美好的生命 因为小朋友真的活出了復活的主 带给我们的美好生命 我知道我们教育小白也是这样 我知道我们教育小白也是这样 去年小白还是高中学生 去年小白仍然是高中学生 她自己做好话 自己出钱出力 去帮助疫情当中需要帮助的人 我看见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许多孩子都非常可爱 我看到我们教会当中 很多小朋友都很可爱 他们活出了美好的生命 那是耶稣基督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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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我们同住 天堂美好 不但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不但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更是因为同住的人都美善 更加因为同住的人都很美善 是不是这样 天堂美好 不但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天堂的美好 不但因为有美善的上帝与人同住 更是因为同住的人都美善 更加因为同住的人很美善 这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新生命 滚开了大石头 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真的复活了 滚开了大石头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真的已经复活 也显明了基督的神性 也显明了耶稣的神性 复活的基督带给我们展现的生命 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展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 活得更美好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丰盛 更加美好 这真是美好的消息 这个真是美好的消息 墓园本来是人生的终站 墓园原本是人生的终站 是人生绝望的归宿 是人生绝望的归宿 当年那几个妇女是带着绝望的心情走上墓园的 当年那几位妇女是带着绝望的心情走去墓地 对你的妇女而言 对这几个妇女而言 那个堵住耶稣牧门的大石头 是什么生活的那个男主 那个拦着墓门口的大石头是他们生活的拦阻 他们想去高抹耶稣的身体 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 他们想去高抹耶稣的身体 但是他们做不到 他们在生活中想要做某一件事情 不能做 他们生活当中想做某一件事 因为有一块大石头堵住他们的前路 因为有一块大石头拦住他们的去路 大石头是生活的拦阻 大石头就是生命的拦阻 后来那些妇女也没有做到他们本来想要做的 后来这帮妇女没有做到他们原本想做的事 他们没有去高抹耶稣的身体 他们没有高抹耶稣的身体 但是他们看到更美好的结果 但是他们看到更美好的结果 他们看到复合的耶稣 他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 那块大石头也是那几个妇女 在信仰上的拦阻 那块大石头也是妇女们在信仰上面的拦阻 不单是生活的拦阻 也就是信仰的拦阻 不单是生命的拦阻 也都是信仰的拦阻 这块大石头表示他们一直所信赖的救主死了 那块大石头代表他们一直所信赖的救主已经死了 而且被埋葬了 他们的信仰破灭了 不可能再信下去了 他们的信仰破灭 不可以再信下去了 然后现在大石头滚开了 现在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的信仰不单恢复了 而且更有活力 他们的信仰不单可以恢复 而且更加有活力 那些妇女不再绝望 而且充满了希望 这几位妇女不再绝望 而且充满希望 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大石头挡路吗 在你跟随主的路上 在你信仰的路上有大石头堵住吗 在你信仰的路上 你跟随主的路上 有没有大石头拦住呢 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盼望今天你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 盼望今天你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 原上帝帮助你把这个大石头挡开 原上帝帮助你将这一块大石头挡开 弟兄姐妹 我盼望今天你看到 我盼望今天你都看到 那堵住耶稣木门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那块拦住耶稣木门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胜过 我们不必再去怕死亡 我们不需要再去怕死亡 基督的神性彰显了 基督的神性已经彰显了 祂带给我们美好的新生命 祂带给我们美好的新生命 滚开了大石头 印证了福音信息的真实 滚开了大石头 印证了基督福音的真实 那滚开了大石头 告诉我们耶稣确实复活了 滚开了大石头 告诉我们耶稣确实复活了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福音 转盖 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开 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福和的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喜乐 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愿福活的基督的平安喜乐 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实在感谢你 父皇我们实在感谢你 你为我们牺牲流血 你为我们牺牲流血 你更加使我们福和 你更加使我们福和 愿着主耶稣基督的福和 我们人生就有盼望 印象主耶稣基督的福活 我们人生就有盼望 帮助我们坚定的信心 帮助我们坚定的信心 帮助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 我们能够常常有喜乐 主帮助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 我们常常有喜乐 帮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 帮助我们可以平静安稳 感谢主今天福和节 感谢主今天福和节 再次提醒我们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失望 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谢谢你 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 帮助我们将福音传开 让更多人能够蒙恩 让更多人能够蒙福 让更多人能够蒙福 讨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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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